各位早晨,今天是3月5日星期五 昨晚美股三大指数都是全跌 这幅介乎在1.1至2.1%之间 如果你看到道指相对上的跌势 和一些传统股份的跌势 就相对比较收敛,也比较强势一点 跌势的重灾区就继续是科技股 那只跌2% 科技股有跌的,之前都很强势股份 很多跌超过5% 其实最主要的跌浪也是因为摘息抽升 现在美股十年期的国债支出率 也再上升到1.5以上的水平 这对于科技股来说比较危险 而且很多跌势股份都穿了重要支持位 以蓝指来说,其实13000关口失手了 亦都破了上升位 因为昨天还不弹 昨天已经是一个正常点的调整 其实昨天应该已经要弹 昨天还不弹,其实很危险 现在亦都开展了一个向下跌浪 恒生指数呢 虽然恒指也包括了一些旧经济 但整体现在市比较恐慌的时候 全部都跌了一份 恒指现在跌超过500点 今天一度跌超过7-8点 已经缩窄了少少跌幅了 现在恒指的位置 之前有看过28900元 其实现在失手了 今天如果再下跌就下跌28200元 个别股份有一些板块出了消息 譬如车股出了销售数据 其实销售数据很好 有一些个别车股逆市可以做到是上升的 不过现在暂时都不要冲进去 因为就算一些个别股份 或者板块有利好消息 其实都不敌因整个大市的整体资金上的官 尤其是一些之前勤势的股份 因为车股这个板块 其实都是外围那边引申而来 官员是比较大的 整体来说 今天都是减货为主的 一些位置穿了 都要去考虑去减房 而买货就暂时都应该不要买了